大家好 有位網友問我 陶夫 他來了英國沒來的 好像在倫敦那裡住 他說他發覺 為什麼英國的房門沒有鎖 即是沒有鎖 即是不能在裡面反鎖 他說很不習慣 而且沒有安全感 他問我 究竟在英國是不是 安裝這些門鎖 或者有一個鎖 即是可以反鎖 在裡面是犯法的 這個問題也挺有趣的 或者可以和大家聊一聊 在說話之前 麻煩大家按一下訂閱鍵 我發覺很多朋友有看我的影片 但是沒有訂閱的 麻煩大家 舉手之龍 如果有時間的 主要看看廣告 而且陶夫是有一個Patreon的戶口 專門寫一些 有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有趣歷史和有趣故事 有興趣的話 如果有可能成為陶夫的付費會員 麻煩大家 這個問題 陶夫我和陶夫的人 都是有這個感覺的 我們初初來到的時候 發覺 那些房門 全部都沒有鎖 即是不能反鎖 裡面那麼有趣的 根本是犯法的 其實 不是犯法的 即是說 你可以隨便 任意 可以在你家屋裡面 任何一道門 加上一個鎖 不過在你家屋之前 就有很多要考慮 這件事就隨後說 或者說一說 為何英國的門 沒有鎖 如果你喜歡House 你會發覺 除了正門 後門 以及廁所之類之外 所有睡房的門 都是沒有鎖 即是可以很輕鬆地進入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 是可以解釋的 第一就是因為 歷史原因 因為 英國有很多比較舊的屋 舊的屋本身 很多都是沒有鎖 新建的房屋也承襲了 這一種雜板 所以 就算買新屋也好 買新樓也好 你們會發覺 那些房門 全部都是 沒有鎖 另外就是 其實房門 睡房門沒有鎖 只是 做一種平衡 所謂 一種叫做私隱 和一種叫做保安的平衡 如果你的房間 每一個房門 都有鎖 都會有鎖 你會覺得 好像不太 歡迎別人來 那樣 感覺也不太好 覺得好像 保安這麼嚴密 別人有訪客 或者住 你不會覺得 自由舒適 總是好像有隔膜 另外就是 關於防火的問題 譬如你住屋 每一個房間都有鎖 每一個人 進了房間都鎖住煤 如果一有什麼意外 或者一有什麼火災 你就很難 在 那間屋內 自由去走動 找逃生的路徑 就比較困難 第四就是 價錢方面 一個鎖是有鎖 和一個鎖是沒有鎖的 其實價錢是相差很遠的 我相信很多都是 價錢的考慮 另外就是關於 英國人 或者西方人的文化 什麼文化呢 就是 一個信任 和尊重的文化 如果你的房間 全部都有鎖 即是一種互不信任的情況 就會出現了 而且西方人 至少會受教育 就是尊重別人 不會隨便 進入別人的房間 因為 這個房間 就是這位住客 或者 這個佔有人 一個私人空間 縱使是自己人 縱使是自己家人 進入一間房間 如果那間房間 不是你在裡面住的話 或者在裡面睡的話 你一定要敲門 是尊重裡面的 那位朋友 好了 裡面沒有人的話 亦都不能夠 隨便進去 但是就算 媽媽和兒子 都不能夠 隨隨便進去 兒子或者女兒的房間 找找那些東西 看那些東西 是不行的 是不會這樣做的 即是我說老一輩 另一件事就是 這是家居 是家居 不是監獄 不怕走返 如果你的門 是沒有鎖的話 很容易在一間屋內活動 不會每次想著 拿一條鎖匙 或者拿一串大鎖匙 要開這裏才能入到那裏 那就變成家居沒有家的感覺 好像在辦公室 甚至乎 好像我剛才所說 好像在監獄 最後就是 審美的問題 如果你入到一間屋 發覺 都要鎖匙才能開得到 那門全部都反鎖了 這間屋 這間屋的感覺是不好的 不算是好感覺的 所以在審美方面 就是打了一個大折扣 好了 譬如說 我不行 我真的有私人 我喜歡躲在房間裡 我不想突然有人 開門進來 撞破 我們有好事 或者 我不想人知道 我裏面還有什麼 可不可以交入所 可以 沒問題 可以交入所 甚至乎每一個房間 每一道門都有鎖匙 都可以 但你要注重一件事 因為是英國一個法治的地方 譬如你屋主 先說 譬如有些家人 或者有些子女之類 你不要每次拿著鎖匙 譬如說在房間裡 鎖匙 不讓你出來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 屬於非法禁錮 你的子女 或者被鎖匙 鎖匙的那個人 我不知道是誰 他可以打了報警 說非法禁錮 警察也是會拘捕你 所以非常小心 不要隨便鎖匙鎖匙 另外 如果你家裡有年幼的子女 或者年長的家人 真的要小心 不要在門上 放一些可以反鎖匙鎖匙 如果年幼的子女 長大了 成年了 你才會換鎖匙 他自己有自己的 階段也不遲 你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是門也有鎖匙 我是門也有鎖匙 只要把所有鎖匙營運 Credit 除了對走火 會有影響 或者一件事 保險也會有影響 有些保險公司會 告訴你 即是你的门有个铁锁 如果你说那些门有的,全部都有铁锁 那你可以想,我的保安这么齐全 我的房插箭,我的保险费应该会便宜些 有时也不是的 为什么呢?如果你有铁锁的话 即是代表如果一旦有火灾的时候 走火方面会出现问题 所以有些保险公司会考虑这件事 而且还有一些做Mortgage的公司 也会考虑这件事 其实根据这个防火条例来说 这家屋起码要有两个出口 即是正门和后门 如果你的房间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居所 例如你的房间是租来住的 或者租给人住的 你自己可以进入独立锁匙 可以进去的 要确保这个房间除了门之外 要有另外一个逃生的方法 你必须要有窗 而且窗的大小也要適中 即是起码要狗个人捐出去 如果这家屋不是你的 例如你租一家屋 我发觉那些房门全部都搞错了 没有私隐 我妈随时会冲进来 我再加一个锁区 可以不可以呢 那问一个Land Lord 其实多数Land Lord 都说最好是不好 为什麽呢 我刚才所说 可能是保险 或者他的房间还在供应 还在Mortgage 可以有影响 所以他多数都会建议你 不用装了 大家是一家人 但如果你强行要装 你一定要装 其实Land Lord 都没有你扶 你都可以装 那你会说 喂 怎么搞错 那些是旧屋 那些全部都没有鎖 那又不是要的 看你什麽年代 看你什麽时代 如果追溯到维多利亚年代 其实很多大屋里面的房门 或者一些通道的门 其实都是有锁的 可以用锁匙这样锁 为什麽呢 因为那时的大宅 有一个family居住的时候 他们有工人 有些子女 而那个屋主 可能是有些私人的物品 或者他要工作 就不想被那些子女去搞乱 或者搞坏了 甚至乎就是 不想那些工人 就听到 看到我这裏做什麽的话 那通常那些门 很多都是有锁匙的 但是事业势力了 随着这个 年月的增长 人的思想 和信任程度 都可能淡化了 即是大家的互信机制 即是没有了 甚至家人也是的 所以很多一些新家庭 都开始 每个房门都有锁匙的 尤其是子女 因为这些子女 即是年轻人 正所谓 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事情要搞 在三文童门里面 我怎知道 你妈妈和爸爸 会不会突然冲进来 装我 所以很多人都会有锁匙的 切除尊便 不要紧的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这些需要 但最重要的是 家居的安全 一定要保持 家居的走火通道 没有畅信 千万不要被一些障碍自己 令自己逃生无门 以上我所说的 都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是关乎一些 比较专业的问题 的话 麻烦帮大家 找一些专业人士去问 或者上英国官网 看看 希望能帮到大家 谢谢大家 subscribe,like,comment,share 按下个小铃铛 有可能的 看完广告 谢谢